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只要你长期有在收看阿北聊是不是应该知道 我晚上就是带大家看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指标 然后去判断目前整个环境的趋势到底是怎么样 那接下来呢如果说环境我们确认之后呢 就顺着尊重趋势顺着趋势去做操作 这个就是操作最根本的一个原理就是在这里 好那今天来看的话呢 美国电子盘稍微有涨 昨天呢 昨天原本电子盘是跌的 美股开盘也是有明显的下跌 但是开盘之后为什么又收到了平盘附近 甚至于收小红 因为昨天晚上美元原本要转强 但是昨天晚上他没有转强成功 又往下压 这个就是昨天造成的现象 那今天呢 今天美股电子盘是涨 那今天晚上美股真的能涨吗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恐慌指数没有降下 还维持在30附近 那他就代表的是其实现在市场的方向你很难去拿捏 因为他还处在一个高风险状态 那只是说这个短期那种比较大量的卖压还没有出来 那就会一直存在于市场这种情绪性的波动 那方向就比较难去做拿捏 好我们看一下在今天晚上 这个 美国市场开始前的状况 例如说比特币 他也横在这里 也还没有方向 对不对 在这边还持续横着 好那这一段我就跟大家谈到 当连续四天低档放量之后 没有办法弹下去 横排一阵子就跌这一段 好这边又连续低档 三天三四天的放大量 有没有弹下去 没有弹下去 他又横在这里 那横在这里如果在拖长时间一直弹不上去 有可能他又要再下跌一段 当他再下跌一段 他也就代表着有可能 美股他这里如果说反弹震荡过后 有可能又要再往下跌 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另外就是我跟大家谈到 今天晚上美股不一定会如电子盘往上弹生的原因 也是在一直跟大家谈的这个重要指标 美元之数 好其实他昨天压回 但今天他没有延续下落 目前看起来开始之前 他有一点又有一点要转强的现象 好那这个美元 美元在这两天的下落之后 几个交易日一二三四五五个交易日都没有再往下落 也代表的是短期这种多单的获利了结大概已经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之后 你要再寄望他往下落 这个基率就比较低 好因为他接下来那多单的获利了结出场之后 他会有一个趋势性做多的这些力道撑着 撑着撑着如果说慢慢的卖压消化结束之后 他就会再往上走 好就会再往上走 好那今天晚上一样了 美元如果没有拉上去 美股可以弹 如果美元拉上去 那美股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就会比较大 好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最近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在于市场开始对于这个经济 反转下行的这个意识已经开始提高 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承认 接下来全球经济要进入衰退 他就会引动到市场的一些波动 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原油价格应该是要跌 应该是要跌 为什么 因为那美国上周的原油库存意外的大增了560万桶 560万桶 这个显示什么 显示美国在于这个原油的需求大量的往下滑 大量的往下降低 好因为怎么 因为经济不行了 经济不行 那对于原油的需求 他当然就会转弱 所以原本市场预估上周应该会减少143万桶 但是他却大增了560万桶 他代表的是 从油价的状况已经代表的是 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步入到明显的下行 所以对于原油的需求就减弱 原油需求就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交通在用的 就是你开车 骑车 这些交通工具所用的 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 是在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油 工业生产所需要的 那这边代表的是 其实就于目前的制造业的生产 已经开始明显的在下滑 所以对于原油需求 他就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需求减弱的状况 好 再加上今天主要是PMI 主要是PMI 我们看一下 刚刚在欧洲已经公告PMI了 例如说法国的PMI从54.6 原本预期稍微下滑到54 但是他已经接近50了 他也是明显往下落 例如说德国的制造业PMI 从54.8降到了52 他都已经面临到所谓的融孵线 再往下掉就是进入衰退了 再加上欧洲的PMI 是从54.6 原本预估那小幅下滑到54 现在还是降落到50 也就是在于 整个市场这些主要的企业 对于未来的这个经济景气 已经越来越悲观 当下降到50之后 这个应该下个月就会看到了 衰退到50之后 就代表的是大部分的上市企业 对于接下来的景气 开始都已经预期 都已经开始预期经济要进入衰退 例如说像这个 英国的PMI 英国PMI当时还掉的比较少 但是也是比市场预期还要低 好 那当然今天晚上比较重要的是美国的PMI 今天包括这个美国Market的制造业PMI 还有服务业PMI 好 现在主要的预测也是跟欧洲一样 就是稍微掉一点点 从57 那制造业从57 掉到56 然后呢 服务业从53.4 这边预期还会稍微增长到53.5 好 那我们就看今天公告的PMI数据 如果是明显跟欧洲一样 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呢 那可能这个对于接下来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迹象 它就会越来越明朗 越来越明朗 好 这个是在今天数据 稍微带大家看看今天公告的这些PMI数据 它都是在在在显示 对于接下来全球经济景气下滑的一个趋势 已经越来越明朗 好 我们刚刚看到是不是 美国上周的原油库存 原本市场预期会下降 往下减少160万桶 结果公告出来是增加了560万桶 好 如果这个数据出来 那应该会造成油价大跌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油价今天有没有跌 油价没有跌 它没有跌 为什么没有跌 因为先前这几天 这上周 这连续一周 它已经事先在反映对于经济景气 经济往下进入衰退的预期已经事先出来了 这样昨天跌到这个接近100美元 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如果说你要做原油就去做多 为什么 因为100美元之下 它有通膨的力道支撑 所以今天很快的又谈升到了106.5了 好 那大家在看这个 我帮大家做行情的分析 我应该是跟你一般看到的分析不一样 一般看到的分析就是 看到跌就跟你说跌 看到涨就跟你说涨 但是我会帮大家去从比较长远的趋势 去跟大家谈到未来 虽然说你眼前看到它是大跌没有错 但是大环境的趋势之下 它可能会发展出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就如说像黄金 好 黄金之前也是大跌 好 黄金这一段一路往下落 一路往下落 那测到了1800美元 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好 这边你不要去既往黄金会往下落 要做黄金应该去做多 所以它没有跌过1800 又冲到了接近1900 这边在压回来 我是跟大家谈到 如果你要做黄金 那1800还是做多 因为接下来它往上 好 这边它应该会打除双地 那接下来美元会走强 美元会走强 那是不是美元走强 黄金要往下落了 又要跌破1800往下落 其实不会 因为它下方有通膨的趋势在支撑 有避险的需求在支撑 所以我这边直接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美元走强 黄金也会同步的慢慢走强 这个应该跟一般我们尝试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因为黄金美元计价 美元强黄金应该弱 但是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这一段美元也是持续涨 那黄金为什么涨 那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通膨推动美元跟黄金同步的走涨 这个环境没有改变 那接下来还是会出现 通膨推动美元跟黄金同步的走涨 这个后续还是会看到 例如说像美元也是一样吧 我想美元的趋势 我帮大家掌握的掌握度应该很高 像这边美元回落下来 对不对 来到了102以下 市场都跟你说美元反转了 美元要走空了 要去做空美 我是明确的跟你讲 102以下应该就是做多美元 为什么 因为它会再往上创高 是不是往上创高了 那现在又压回来 这代表它又要往下掉 不是它是在休息休息过 还是往上创高 好这个美元的趋势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长期来看到今年年底之前 美元的高点都不是高点 它还会再往上走 好 例如说像在前一段期间 这个市场媒体一直跟大家谈 应该快点去买日币了 因为日币已经够便宜了 结果呢 结果日币够便宜吗 其实它还会再往上走 还会再往上 这个都是过去跟大家 谈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就持续来追踪一下 那既然日币稍微回落下来 那但是会不会反转下去 不会 不会 它回落下来呢 阿姨如果说你日币呢 你还是要去做空 如果要操作美元对日元的话呢 那你应该还是要去做多 这个每日 因为它还会再往上走 还在往上走 好 这个汇率方面就这样 好 那其他的我们稍微再看一下 今天晚上其实指标都没有改变了 我们看一下 我刚刚谈到的就是 虹花指数嘛 好今天的重点 呃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 好大家再稍微复习一下 因为这个是看到美股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这个重点我跟大家谈过很多次 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25之上代表怎么样 美股的风险偏高 在25之下代表美股的风险稍微降低了 你要让美股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方的上涨走势 你要见到恐慌指数来到20以下 当它走到了30以上 你要去小心 美国股市随时都有可能会再度大跌 今天的位置在哪里 29点多 接近30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再稍微拉一下 它又来到30之上 所以如果说这个 呃 我们至少啦 你要见到美元指数降到25以下 好 才会代表美股稍微比较稳定一点 那你要寄望它可以持续稳定的出现一波的波段的上涨反弹 你要见到20以下 那现在呢 现在它连25都没来 而且随时有可能再站回30之上 那只要这个恐慌指数没有降下来 你都不用去寄望 好 美股会有像这么大波段的一个弹升 好 最多啦 最多如果反弹呢 大概就是这种级数 大概就是这种级数 不可能有这么大级数的一个反弹 因为恐慌指数 它代表的是美股的风险并没有消除 并没有消除 好 那以美股来看 其实它都还没有明确的转强 只是稍微有点止跌现象而已 稍微像这个纳斯达克是最近稍微谈比较多的 但是它也就这样 也就是稍微止跌而已 另外看一下像 道琼 也就这样而已 它也没有明确的有要转强的现象 它也只是暂时止跌 例如说像标普五百 也就是这样 好就是短期因为连续下跌过后 那这边开始情绪稍微比较放缓 所以它没有持续的再往下跌 担心有没有转强 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盘前的状况 盘前的状况 我们观察就这两个嘛 以这个比特币来看的话 稍微对于今天晚上美股 有一点点偏多的机会 因为至少美国市场开始之前 它是涨了三趴 涨了三趴 其实 这个三趴幅度真的不大了 因为这边动不动就跌十几趴 现在方向没有出来横盘 那如果是以美元的状况来看 对于美国 今晚美股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偏向于负面 因为它有稍微在做转强之下 你电子盘来看 我们稍微追踪一下电子盘的状况 现在道琼电子盘是小涨了120点左右 120 那电子盘涨不代表它晚上会涨 就像昨天电子盘是比较明显大跌 在开盘之后就往平板上去拉了 现在电子盘小涨也不代表它会涨 你还是要看今晚美元的一个表现 那以及说这个纳斯达克电子盘来看 目前也有120几点的上涨 那电子盘来看还是以这个科技股的表现稍微强一点 那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在这个 公债值率往下落 昨天往下落 今天往下落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科技股的一个反弹 市场的期待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公债值率往下落 这两天到底什么因素形成 什么因素形成 就是经济下滑 经济下滑 因为一般这个市场这些大户交易者 当他们过去的习性就是面对到经济下滑 经济衰退 第一个动作就是去买债券 这个我想历史上都是这样 当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的状况 他们第一个动作会去买债券 为什么 他把利润先锁起来 例如说以今天来看还3.1 我现在去买 我就有固定的一个 如果一直持有债券 就会每年固定有3.1%的报酬率 如果面临到这个经济衰退 我没什么可以投资的 我就去锁定这个固定的 这个所谓的债券值率 固定的一个报酬率 这个就是这两天 债券值利率往下落的原因 是因为经济衰退的 现象越来越明显 所以他会激励到一些大机构的资金 会短期去买债券 来去所谓避开经济衰退的风险 但是不代表他会持续往下 这边我想如果说 有一段的一波的资金进来买之后 他当然短线会稍微滑落 但是你要知道 下个月7月份 美国FED又要升3码 升3码就来到2.5% 2.5% 那你这里他你要叫在 那期债券值率跌破3%的几率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债券 短期他这一波反弹 所谓反弹就是价格往上 所以值率往下 当值率来到三以下 你就不要再去抢债券的反弹了 你可能就是 债券又要开始偏空操作 因为下个月的升息 一旦公告前后 那这个债券值率会再往上去闯港 会再往上闯港 好 这个我想就是今天跟大家 从这些指标 稍微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这些走势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他当然跟整个大局势的变化 有一些相关的联动性 有一些相关联动性 好 那股票我想还是持续叮咛大家观察这一档股票 苹果 因为他就是美国三大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的重要的一个指标 只要苹果没有占上150.53天 那就代表美股还没有止跌 不管他反弹的幅度大小 只要没有止跌反弹过后 就还会再往下跌 但现在这个 以现在电子盘来看 136 136也大概在这里而已 离这个位置还蛮大一截的幅度 我想现在你要去寄望 美股指标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一个现象 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一个现象 好 这个我想就是今天晚上 稍微跟大家 带大家观察这些指标的一些 观点 那重复的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第一个观察的就是美元 你要防止美元往上冲 要往上冲 美股可能就会有压力 第二个就是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比较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呢 你就要稍微等一等 看他这边横盘过后 能不能够往上走 往上走当然就比较容易 让美股有一个跌升反弹 比较连续性的反弹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出来 万一这边跟这边一样 抵挡放量之后一直横在这里 没办法往上转强 他会再跌一波 我的看法啦 这一次有可能跟这边一样 好这边呢 跌一大段之后 在这边开始横盘震荡 震荡一阵子之后呢 上不去 他又再往下落一段 好那当然他在这边横盘的期间呢 美股的压力自然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所以美国股市再度启动跌势 就是比特币在启动跌势 然后呢 美元再度启动 启动一波的强势的上行走势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美股 这里 跌市暂歇之后的震荡整理结束 又要再往下落 那为什么我都跟大家谈 接下来会再往下落 为什么不跟大家谈 比较多那种乐观期待的 会不会这边打完底往上走 因为环境没有这样的机会 简单来讲 环境没有这样的机会 既然没有那样的环境 就不需要有那样的一个盲目的期待 因为毕竟没有依据 毕竟没有依据 好那我想操作上尽量就是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了 呃在于晚上这一段期间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三句话而已 观察趋势 判断趋势 然后呢尊重趋势 尊重趋势 好看一下今天晚上大家的提问 李宗耀问到近期石油天然计划都回落 那拜登也免除石油6月CPI是不是有回落的现象造成美股倒涨 不会不会 因为油价虽然跌下来对CPI会稍微收到油价底下会往下掉 但是呢他不会影响到目前的一个状况 目前这种市场的一个情绪性波动都是没有依据的 简单来讲 好那说不定呢 你光油价下跌 但是其他的因素上去 你要计划6月CPI有明显的往下落 我认为几率也不高 几率也不高 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 包括所谓的工资的上涨 包括所谓的这些其他方面的上涨呢 跟油价的一个比较 但他有可能像4月份油价下跌的时候呢 稍微有一点点下滑 但是不代表他的趋势会翻着 这个趋势不会翻着 我简单讲不会翻着 就连油价即使经济衰退了 他也不会掉到100美元之下 说不定过一两个礼拜他又上去了 又来到110几120 这个都几率都是存在的 好去历史问到药华药 长期投资 药华药不能长期投资啦 你看一下他本益比几倍 他这个纯粹只是一个泡沫的炒作啦 药华药我认为做空啦 我的看法就是做空 因为他产不出任何的一个实际效应 好那做梦归做梦啦 以台湾的制药业要跟国际的 美国欧洲的制药业去比 我是认为没得比啦 你就市场在炒 你如果跟着炒 你就是好停水 因为炒完之后 他怎么上去会怎么回答 这个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我相信就由你 好那这边徐震勋问到 近期下跌CPI有趋势啊 大融资的终极反倒 这会让台股的问题 你就看下午的一个股市圣经嘛 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你再问我 我还是那样的看法 那你没有看的 你就去看一下今天下午这个股市圣经的分析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相不相信有你 相不相信有你 好温泉问到 加西上调产量 黄豆下跌 黄豆后市如何起 支撑价格在哪里 黄豆的部分 我没有 我现在没有黄豆的代号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复你 但我认为他们的价格 他不会走空 那短线这样回调到哪里 我想我明天再来跟你讲 因为这个黄豆的部分 黄豆的英文代号 我没有记住 那这个我想明天再来跟你讲 明天再跟你讲 好 这边陈生我问到 这个月黄金结算 是不是有可能让黄金压盘不动 这个短期的 我短期的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因为短期的波动 我不是神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 我只能告诉你中长期的趋势方向 好 因为短期这个很多因素来 这市场的情绪波动 既然是市场情绪波动 那就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做判断 好 那这个我就回答不了 好 这边有阿金问到 呃 空元泰201如果被高的话 可以持续加码的 加码吗 我认为可以 好 因为元泰你算一下 它本益比多高 好 股息值率多低 好 那这种股票 只要迟早该跌啦 其实现在市场还热 还有人在吵 还有散户在追 那你就等这个熄火嘛 那熄火之后呢 它该跌到哪里就跌到那里 我想很多股票啦 现在是空头市场不是多头市场 所以它短线上这种热度在 再往上拉 空间都有限 你不用去担心它会有多大幅度的搭空 那你就是怎么样 啊 现在如果说 它现在还没有跌下来 那你就耐心等它跌下来 我只跟大家谈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Light Hat问我这个问题 我去空了什么 啊 短线被嘎嘎怎么办 啊 我只给大家一个回复 一个一个回复 我统瓜来回复了 你去想一下你为什么放空它 你为什么放空它 那只要你放空它的这个原因 没有消失之前 那你就是坚持放空它 除非你是因为看它跌去空它 如果你看它跌去空它 那当然它不跌往上涨 你就要停顺 如果你不是因为它跌去空它的 你就想一下你空它的原因有没有消失 没有消失你就坚持空它吧 因为该跌的股票它就是要跌 因为现在是空头市场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统瓜 跟大家做回复 我就觉得大家很奇怪 你买股票没有涨套了 你都不会怕 你可以等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然后等它涨下去 那空补票原理是一样 只是现在方向转了 因为大趋势的方向是转的 那你空它一天两天没有跌 稍微涨一下 你就怕 你就想要去补 那为什么 我想心态稍微调整一下了 如果说你买股票 可以等它两三个月去涨 那你空补票不能等它两三个月时间去跌吗 我想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你不要以为做空就是很恐怖 其实现在趋势走空 做多更恐怖 反而做空是不恐怖的 因为你有趋势的力量在你后面做支撑 你根本不用过于担心 不用过于担心 好 这边有朋友问到说 汉蕾似乎投信还是不肯认赔 不肯认赔 不肯认赔你就等它认赔 之前这个ABF宅板 他们是买了一缸子买了一大堆吗 之前不是不肯认赔吗 现在跌到腰斩的开始认赔了 那又什么样 反正这投信也是大散户 在他抢的时候就拼命买 现在腰斩的开始拼命的认赔 开始拼命的砍 那你是要等到他认赔的时候 股价汉蕾股价剩二分之一 到时候你再去空他吗 没有这个道理 现在他还不肯认赔 他还在买 我们就买 我们就空他 等到他认赔的时候 那我们已经获利五成了 那何乐而不为 我想这个是一个 市场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拿捏 好 这边有朋友问到台积电 公司内部人持续买进 台积电我的观点很明确 今年年底FED率率是3.5% 3.5% 利率目标是3.5% 所以台积电的股息值率 要达到3.5% 那你就看他要怎么让 他的股息值率可以达到3.5% 我想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这是送分题 你就不用去管市场怎么说 交易状况怎么样 反正最终的答案就是 台积电的股息值率 要达到3.5% 你要看台积电要怎么让他的股息值率达到3.5% 这个就是 就是这样 好 那台币最近盘整他会贬值吗 会 台积电这个台币会一直贬 我认为台积电34 守不住 为什么 因为美国联储会升了3 台湾升半码 下个月再升3 台湾再升半码 那台币能不贬吗 我想台币我的看法34守不住 他会贬破34 这是我的看法 但我的看法都不对 你就后续来做印证 那你也可以不认同 但是我的看法就这样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在美国这样强力升息的趋势下 台湾的中央银行没有比较趋劲的去跟紧 它会造成利差持续的扩大 所以我的看法台币会贬破34 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会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这样 相不相信有你 好 那这边彭富安问到 经济不好 股市不好 有关黄金原物料的影响如何 我想如果说以通膨来看 通膨来看 因为通膨今年降不下了 通膨持续的话 对于黄金原油原物料 都是正面的利多 正面的支持 但是如果说经济反转下行的速度太快 需求下降的速度太大 那也有可能造成这些实质需求减弱之后 当然黄金不会有影响 但是其他的原油 其他的原物料 这个需求如果下滑的幅度太大 它就会对它的价格产生的影响 会让它涨不上去 即使有通膨在支撑 它也有可能涨不上去 我想大概就这样 好那这边大概就跟大家回答到这里 还是提醒大家 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做的一句分享 今天晚上最大的观察重点是在美元 美元往上冲 你要小心美股可能就压 另外就是观察后续比特币的一个发展方向 以及刚刚谈到的 那个week指数 什么时候可以降回到25以下 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做的分享 那我的观点不一定会对 那主要是提供给大家一些 值得你去追踪观察的指标 那希望大家透过这些指标的观察 你也可以养成你的一个 个人的独立思考盘胀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